美国国家力杂志10月20日发表了题为 正确认识美中战略竞争的文章称 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全面全方位的大国战略竞争 全球力量平衡 特别是美中的相对战略轨迹已发生改变 然而美中竞争并不必然是一种对抗关系 一种联合或赢家通知的竞争 它并不排斥 至少不应排斥双边合作 事实上双边合作对两国和世界的竞争 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必要且重要的 也许最重要的是 这并非一场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之争 美中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并不相互排斥 至少不必如此 中国并未谋求摧毁美国体系 也无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 事实上北京坎定明白 全球霸权是无法实现的 追求全球霸权会适得其反且破坏稳定 不利于中国的利益和安全 他们可能也计算过 部分是基于对美国粒子的观察 拥有霸权 既是负担也不可持续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经常谈论 全球多极化的原因 事实上与中国的竞争前所未有 因为华盛顿从未遇到过一个这样 在各个领域竞争 同时又合作的对手 那华盛顿的最佳应对策略是什么 首先美国要充分认识并承认 世界的力量平衡 以发生变化 这改变了美中的相对影响力和能力 也改变了两国在相互打交道时的筹码 这还要求美国认识到采取遏制或政权更迭的对华政策是不现实的 可能适得其反 最后 华盛顿许认识到 美国的首要地位几乎可以肯定不再可行或可持续 这也证实 其盟友和伙伴不愿同美国为我 与中国进行联合竞争或遏制中国的原因之一 美国需要首先关注的 是重振和调动本国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 华盛顿不要老实抱怨 并经常错误地描述北京的经济反交 除非我们愿意与中方进行广泛接触 否则 在缓解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方面不会有进展 如多数评论家所指出的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美国首先搞好自己本国的事 当前的政治 社会 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 阻碍了美国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 它也助长了一种倾向 即把周多问题无度地归咎于中国 而这些问题主要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美国人不必惧怕 这场与中国的较量 除非对自己国家的模式已经失去信仰和信心